欢迎收看news 今天是2月6号 今天加州一个省记长 他是个华裔叫余淑婷 Betty Yee 他宣布现在加州政府 一共有102亿美金的无人认领的财产 呼吁加州的居民尽快去查询 尽快去认领 他发了一份声明 他说他的团队正在保护被遗忘的资金 直到他们物归原主为止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无人认领财产法 要求银行保险公司商业机构和其他实体在一段时间 通常是三年内 在财产没有活动的情况下 将财产报告给州财务总监办公室SCO 而且法律还规定 为了避免金融机构将无人认领的财产占为己有 比如说你母亲父母给你买了个保险 但是忘了告诉你 为了避免这个 他是有一个网站可以查询 然后让这个人填申请单 就可以把这个财产给认领回来 虞书婷他说 我们会监视您可能不知道的各种财产 从你搬家以后退还给发件人的信 到你的长辈以你的名义买的各种债券 只要花几分钟搜索 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有资金 这是非常值得的 就是说他为了防止金融机构 任领这些无人认领的财产 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财政局 财政部门有一个办公室 专门监视这些无人认领的财产 他说今年是首次突破100亿元的 之前曾经在2019年2017年 2015年是72亿 然后2018年底就是93亿 到了2020年就到了102亿了 并且虞书婷还在声明里给了网址 告诉这个加州居民如何操作 这些可以认领的财产 包括银行账户保险单 公用失业退款 未使用的礼券 未兑现的支票 各种金融证券和保险箱里的物品 但是就是除了房地产之外 有那么多房地产可能另有规定 据2015年有个加州 无党派立法分析办公室估计 加州每年可以获得 4亿元的无人认领资产 就是每年有4亿资产无人认领 那么在2018年底是93亿 2015年是72亿 并且现在全美范围内 有大量的无人认领的资产 还催生了一个新的服务业 叫资产寻找者 不过这个余淑婷办公室 建议这个继承人 在雇人去找这个资产寻找者之前 先打这个免费电话 自己先查一下 如果资产不在加州 而在就是美国其他州 还有一个全美无人认领 财产管理协会 有41个州的无人认领 资产清单 剩下8个州 需要各个州的居民单独搜索 如果是有明确的所有权证明的较小金额的资产 可以在线提交 几个月几周内就收到支票 但是如果说较大的资产可能需要本人出面 根据加州这个法律 如果财产所有者的银行账户休眠超过三年 那么财产就会转移到国家审计署 一旦财产归这个州政府保管 或者是由联邦来保管 那么这些人再想认领就比较难了 在过去十年 加州无人认领的财产从63亿涨到102亿 每年呢 其实在这样宣传之下 也只有30%到45%的财产被认领 最后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中文媒体上 很多的新闻都用了这样标题 说加州光是姓王的 WANG王的无人认领财产就有6万笔 但是在新闻中呢 却没有一个提到这个姓王的财产 到底有多少啊 是分布在什么地方 这个本身就非常奇怪而意味深长 于是呢 网友就纷纷在打听 是不是隔壁老王 还有的人说是不是那个老王 还有的人说不止一个老王 是齐个小矮人 反正我听的也是似懂非懂 所以大家对加州这6万个姓王的 无主财产有何看法 以及这个如何认领 也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 微信或比特币打赏 也可以加编辑微信 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何看法 也欢迎到我的电报群 和个人频道 审时多事讨论 链接在节目下方 审时多事频道会有一些独家的感想 回复观众留言和一些旅行vlog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我的那本书草稿即将完成 近期我将推出正式的众筹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并支持 谢谢大家 我每个人都不正在要运河 我每个人都不懂得 每个人都不正在 每个人都不正在 Parl Comedy